然后就总结这个自我形象了 就是三方面 第一方面从圣经去说服自己 就是看到什么经文 都看到神是接纳我们的 就算那个行任时被触的妇人 耶稣都即时不定她的罪 就是耶稣都即时接纳她 所以这个十二年血流妇人 不应该摸耶稣 但是耶稣都是接纳她 称呼她做女儿 放心 所以耶稣关心我们的 接受我们的子女 所以我们告诉自己 我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 神很疼我 我们是不是乖 就是另一样事 但是祂先疼我 祂疼我是没有条件的 神爱世人是没有条件的 好了 神的爱神看重我 接着第二件事就是 这个处事的能力 建立和人相交 不发脾气 就算我发脾气 我今次柔和地回应他 对了哦 好了好了我照着你所说去做 我留意了 多谢你提醒我 他也明明骂我们 但是我们很柔和地去说 他不会 他没有那么生气 那是化解的情况 感谢主我今天有进步了 多谢主 欣赏自己处理处事 处理困难就不会发烫腾鸡 而是很平静地处理了 那也都是内心 处理内心 就是各方面都处理 你发觉哪样东西是亏欠 我们就处理那样东西了 然后就是亲近神 亲近神有平安 就每一次化解那些盈女 那你留意到什么盈女都好 什么盈女都好 就每次去处理 那你的心越来越松了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能够就像小朋友一样 耶稣在爱我 我又做耶稣吩咐 耶稣又欢喜 我又祝福人 人又欢喜 那我生命很有价值 那就是主啊 哈利路亚 那人就已经越来越松了 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 不过因为人的盈女是很稳固的 是很难拆的 所以呢 有时听完未必拆到 但是慢慢希望大家拆到 OK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